暑假期间 浊西湘公所为了提倡正当休闲活动 让年轻人在暑假里可以多多运动 每年暑假呢 办理暑期杯 包括了排球 锤球 慢速垒球等三项 以春为单位派对参加 每个春都选派高手来参加 每场比赛精彩好看 8月1号这天举办排球赛 也是浊西湘最喜欢的球类运动赛事之一 6个春的青年也都反向参赛 暑假期间 浊西湘公所为了要倡导正当的休闲活动 也让年轻人在暑假期间多多运动 每一年的暑假都会办理暑期杯 包括了排球 锤球 慢速垒球 篮球等等 以春为单位来派对参加 每个春都派出了高手来参加 每场比赛都精彩好看 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个暑假 大家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学生 从学校放假回来 我们希望说有这样的舞台 让大家来这边来接触来交流 用舞球会友 希望说把这样的热情 还有这样的气氛 融入在我们的乡里面 21号这一天则是办理排球赛 也是卓西湘最喜欢的球类运动赛事之一 六个春的青年也都反向来参赛 所有的选手都精神非常抖手 而且各处的阵容也都很完整 表示说大家是有次要希望说 在这次赛事拿到好的成绩 球类竞赛一项是卓西湘热爱的体育项目 除了可以展现强健体魄 更可以体现团队精神 以及凝聚团队的向心力 另外透过球类的交流 联谊 除了可以提升卓西湘各项的球类技术水准 更可以增进部落族人的情感 记者高雄雄卓西湘采访报道 让我们再把它复杂 记者来说 感谢观看